欢迎来到2018年古典槟城活动现场 这项文化展览活动今年迈入第二年 由LOT33和周内24个华团组织联合主办 获得槟州教育局全力支持 本届主题回到遥远的三州府时代 将槟城、马六甲、新加坡的海峡殖民时期景象重现演现 让民众深入了解和认识三州府 主办单位除了安排大会成员穿上清朝官服 以及殷殖民地时期的服装 使用不仅将当年的街景重现之外 团队也将当年的一些故事重现 当中就包括孤里欢在莱特登陆冰岛之后 赠送渔网给莱特的桥段 以往我们附建话就是叫希望 希望就是希望的意思 希望所以我们今天送这个渔网给这个州政府 就代表说希望我们槟城人民 希望有更美好的明天 也希望我们的国家会有更好的发展 都在希望 活动的另一个看头就是增添了教育元素 举办三州府论坛 邀请国内外学者分享三州府的点滴 那大会主席纳都方万春强调 历史除了记载过去 也是人们对未来的借敬 让大家通过对历史的认知 从中学习如何应对未来挑战 冰州首长曹关友认为 历史影响现在 现在影响未来 他认为类似细说三州府的活动 可以让冰州子民更了解 我国历史和文化 那说起三州府就一定要提到 最具代表性的爸爸娘者文化 槟城和新加坡的爸爸和娘者 昨天特别前来演出 让观众体会到最原汁原味的 三州府爸爸娘者文化 他们看着我们的文化 他们看着我们的文化 本届的古典槟城之细说三周府 昨天开幕一连举办九天 丰富的内容包括展览文化表演 国际论坛等等 有兴趣的民众 即日起到6月17号 每早的11点开始 可以到新光大广场参与活动 在浓浓的殖民色彩氛围里了解历史